台中市大智国小是孕育篮谈好手的摇篮 而今年国小篮球联赛 更创下了六年级男女篮甲组 以及五年级男生组的三冠王的里程碑 也顺利拿下了全国赛的门票 而校方也表示 学手们不但想努力训练 也要兼顾到品格课业 成为智有双全的篮球小将 大智国小学生场上较劲 一旁也有球员不断加油打气 苦练多时终于在全台中市国小篮球联赛中 勇夺三冠王的好成绩 我觉得可以拿到冠军是要感谢 我们的队友还有学姐还有教練 在我们跑步跑不过的时候 还有遇到错的时候陪伴着我们 然后跟我们一起度过很多难关 就是在 就是有时候练运球的时候 然后运球没有做好就要一直做 然后就是要折返就会很累 但是我们还是把它做好 台中市112年度国小篮球联赛 总共有101支男女篮球队伍参加 继109年大智国小夺得男女篮甲组 双料冠军后这一次再创佳击 除了双料冠军 五年级男生组也夺冠 让师生都相当兴奋 团队合作互相激励互相帮忙 才能达到这个三个冠军 我们也希望我们这次能代表台中市 然后去参加全国赛能够赢得非常好的成绩 我们教练非常非常认真 他们到半夜两点还在看对手的一个录影带 要想说他们是用什么战术 我们要用什么战术来赢得这场比赛 所以教练跟孩子的默契非常良好 这样才可以顺利拿到三个冠军 面对五月的全国小学篮球联赛 球员不敢大意加紧练习 篮球是大智国小发展特色之一 透过专业教练指导 不但训练学生篮球技巧 也要求成绩和秉格 在通力合作下才能在场上发光发热 记者张伟林台中采访报导